为什么中华文化能绵延几千年 看完你就知道了 病毒袭击全球 60多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一天新增1万多例 7天内增长了10倍 意大利的贝加莫市病医馆 24小时不停地运转 当地公墓关闭 西班牙医院人满为患 不得不放弃65岁以上的老年患者 本不应该搞这一步啊 2月底西班牙才确诊13例 可3月上旬居然举办了多次大规模的游行和节日活动 意大利疫情刚爆发时封了几个城市 市民们不仅不买账 还高举还我自由的牌子上街集会 意大利市长们声嘶力竭地呼吁 但是仍有一半以上的市民出门不戴口罩 英国首相宣布封国苦口婆心 结果民众照样视而不见 而中国作为疫情爆发最早的国家 在灾难面前 中国人的优秀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 中国人能迅速地认清形势 面对疫情 我们不沮丧 不抱怨 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积极配合社区的各项规定和检查 第二 中国人有大局观和牺牲精神 疫情期间谁都知道危险 但是依然有大量的医护人员 公安干警 社区工作者毫不畏惧地顶上去 第三 中国人有家国情怀 疫情期间 无数海外华人第一时间组织起来 全世界的讨口罩 防护服 一箱一箱地飞回中国 还有更多心怀国家的普通人 37岁的洛明良 在火神山工地日夜奋战了六天半 赚了7500的工资 他全部买了牛奶 送到附近的统计医院 说 有国才有家 国家有难 你这个小家要付出啊 第四 中国人能吃苦 能战斗 六天时间 建成了武汉规模最大的光谷日海方舱医院 令世界震惊 国外网友说了 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了宇宙 我认为上帝就是中国人 第五 中国人有为他人着想的善良 疫情期间 确诊患者一切都是免费的 这一次我们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中国人值得骄傲 因为中国人是真的了不起